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副光头没有鼻子身材矮小 扣除一些偶尔穿便服的装扮 变动比较大的大致上可分为以下的六种 造型一 多灵四小和尚造型 这是克林出登场时候的装扮 身上穿的是多灵四的黄色僧服 这套服装陪伴着他跟悟空一起度过 在龟仙人门下修醒的那段悲龟壳送牛奶时光 悟空第二次找龙珠之旅时 克林也是穿这套衣服跟他一起在海底洞窟寻宝 造型二 龟仙流弟子造型 龟仙流弟子的服装其实有两套 第一套是出发前往天下第一武道会时必穿的西装 等到正式上场比赛 就会换上第二套大家熟悉的橘红色龟仙流道服 往后只要遇到什么战役 克林都是以龟仙流道服的形态应战 造型三 赛亚人战斗服造型 这是在纳美克星上为了迎战福利杂 贝极塔要克林和物贩穿的 这套战斗服外表坚硬能抵挡小部分的冲击波 然而质感却是非常柔软且具有弹性 就连贝极塔变成大猩猩的时候也没有撑破 造型四 地表最强奶霸造型 这是克林在魔人普务篇登场的造型 自从地球恢复和平 克林娶妻生女之后也留起头发不再当和尚了 附带一提 这段期间克林一家人都是住在龟仙小屋白嫖 造型五 巡警治安官造型 这是克林在龙珠超出登场的造型 退出武术界多年的克林为了养家活口 只好当起人民保姆赚取微薄的薪水 虽然同样是留头发 但比普屋偏实的发型俐落多了 后来为了打倒复活的福利扎 回归到最初的光头造型 造型六 中年欧吉桑造型 这是龙珠Z最后一集 克林十年后的造型 此时的克林已经五十多岁 头发也变灰白 后面的龙珠GT也有沿用这造型 只是多了胡子 头发也往上梳 克林是七龙珠早期登场的重要人物之一 原本是一位在多灵寺修行的小和尚 后来因为受不了老师被师兄霸凌而离开 转而拜五天老师归先人为师 是悟空从小一起修行的同门师兄弟 当时他给人的印象是坏坏的 老是想歪点子赢过悟空 为人也有点好色 和龟仙人可说是秀位相投 最早成为武术家的初衷 是因为这样就可以收到更多女孩子欢迎 不过随着故事的发展 克林的个性逐渐变得和悟空一样正义且单纯 克林一共参加过四次天下敌武道会 第一次是第21届的天下敌武道会 接受了龟仙人八个月训练的克林 毫不费力就击败的在多灵寺 常欺负他的师兄 进入八强赛遇到的第一个对手是全身散发恶臭的细菌人 多亏悟空在一旁提醒克林没有鼻子而奇迹获胜 在第二轮中他的对手是龟仙人乔装的成龙 这场比赛实力相差悬殊 克林自然是吞了败仗 武道会结束后不久 克林与悟空一起到海底洞窟寻找龙珠 共同对抗红段带军 因为对方会使用超能力的关系 意外败给了红段带军团的蓝将军 后来也和悟空一起组队和占卜婆婆的战士比武 只不过在第一站就被吸血鬼打败 但克林的优点就是他鬼点子多 想出了让龟仙人喷鼻血这招 帮助影查打败第二个战士透明人 之后与影查一起在龟仙人的带领下修行了三年 参加了第22届天下敌武道会 决赛第一轮遇到赫仙流的饺子 刚开始受制于饺子的超能力频频挨打 但最后还是凭借着他的算术作战取胜 甚至在半决赛与悟空的战斗中 直接抓住悟空尾巴的弱点差点就要打赢 可惜这三年间悟空早已克服这项弱点 克林同样止步于四强 大会结束后 克林就被比克大魔王的部下杀害 虽然之后利用龙珠复活 但这是主角团第一次有人被杀 当时看到也是令人非常吃惊 接下来克林通过自主修炼 还登上卡琳塔 于三年后参加了第23届的天下第一武道会 这段期间他学习到许多新的招式 包括可以控制气功跟武空术 可惜在第一轮遇上比克还是打输了 但这场比赛也让许多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武道会结束后过了5年 来到龙珠Z片 为了对抗即将来袭的赛亚人 克林与饮茶、天津饭、饺子、迷刺狼兵卫 一同前往天界神殿修行 这短短的一年 克林的战斗力就从原先的200多提升到1000多 在与赛亚人的战斗中 原本计划好要拖时间等悟空到来 然而却因为看到饮茶、名垂千古的死亡姿势 一下就暴冲 用扩散气功波干掉所有栽培人 这可能也是间接造成比克等人战死的主因 接下来为了复活被赛亚人杀死的同伴 克林与悟饭、布马一同前往纳美克星寻找龙珠 面对一票战斗力 动辄就几万的弗利扎一伙 战斗力只有几千的克林也是凭借着他的智慧 周旋在贝极塔与弗利扎这些大咖之间 这段期间也藉由大长老提升潜在能力 让他一举要升为最强地球人 最后竟然还能顺利许愿复活的比克 不过在纳美克星的最终战 克林还是为了要让悟空变成超级赛亚人而献祭 隔年才靠着纳美克星神龙波伦家复活 并且修复被炸烂的身体 三年后的人造人片迎来克林人生最高光时刻 由于18号的一稳定情 让克林成了恋爱脑 因此无法完成销毁人造人的任务 还采烂了布马发明的停止装置 导致赛鲁吸收18号变成完全体 之后克林虽然也来到了赛鲁游戏现场 但也是和饮茶等人一样 只能当个吃瓜群众 看戏看到一半还倒霉被小赛鲁给痛扁了一番 赛鲁游戏结束后 克林终于如愿和18号结了婚 虽然看似鲁宅逆袭迈向胜利人生 但克林其实一点也不鲁不宅 在动画原创剧情里 他还曾交过一个女朋友 外表酷似布马 同样蓝发身材火辣 虽然最后证明自己只是田狗 女友跟人家跑了 但克林竟然把女儿的名字 取得跟前女友一样叫马伦啊 有没有人可以去通知一下18号 到了魔人普屋片 克林不在战斗留起了头发 不过还是为了高额赏金重出江浦 第四次参加天下第一武道会比赛 克林的迁运一向都不错 这回也是遇到地球树人 轻松赢得第一轮比赛 但随后就参与了魔人普屋事件 由于与敌人的实力差距太大 克林还为战斗就被达布拉的口水石化了 幸好达布拉死后石化就能解除 接着便在天神殿负责监视悟天和特南克斯的融合训练 以求尽快击败魔人普屋 但下场也跟其他人一样被魔人普屋干掉 算一算次数 这都已经是他第三次死亡了 在龙珠超的荔枝大会篇 悟空看中了克林的作战经验及随机应变能力 邀请他作为第七宇宙的代表选手之一 还在与悟犯一对一的测试较量中 巧妙利用百倍太阳拳的战术打赢悟犯 在大会中 克林虽然是第七宇宙第一个出局的 但他也跟18号还有龟仙人配合打败不少对手 之后的银河巡警囚犯片同样有不错表现 还能一对一打败宇宙逃犯云八 不过克林的故事还没结束 无论是每年的剧场版还是任何新篇章 都能看见这最强地球人的身影 在地球人级别的战士之中 克林的必杀技威力或许不是最强的 但他创造技能的能力堪称Z战士第一 接着就来看看克林的必杀技有哪些 残向拳 这招式最早是由龟仙人所创 利用高速移动产生的残影 制造分身术来迷惑对手 在最初的基础上还能叠加二重三重多重残向拳 龟派气功 龟仙流弟子基本上都会的招式 克林初次使用是在天下第一武道会对上饺子时 由于先前看饮茶使用过 心想自己或许也行 在稍稍练习之后就成功施展出来了 武空术 源于赫仙流的一种飞行技巧 虽然后期每个战士都会飞 但克林却是龟仙流第一个学会武空术的 太阳拳 同样是赫仙流独创的招式 但原为赫仙流弟子的天津犯却不常使用 反而让克林将其给发扬光大 甚至还研发出了亮度提升百倍的百倍太阳拳 气功波 将气从手掌中射出 威力没有龟派气功来得大 几乎每个战士都会使用的技巧 但创造力丰富的克林 又将这招衍生出其他用法 除了让气功改变方向的诱导气功波 还有一次消灭负数敌人的范围剂扩散气功波 气元斩 克林的原创招式也是他的招牌技能 将气压缩成剃刀一样薄且高速回转 投资后能像锐利的刀片一样把敌人切成两半 到了龙珠超还衍生出一分为三的分裂气元斩 跟能自由操纵的锐尾气元斩 克林跟天津犯谁是最强的地球人 是龙珠迷讨论度很高的一个话题 这个答案其实很简单 如果是指纯种的地球人 没经过赛亚人混血 人造人改造或普务转世 我可以100%的挂保证告诉大家 最强的地球人就是 因为鸟叔曾在七龙珠大拳中 补完天津犯的设定 他其实是宇宙人三目组的后衣 包括四妖拳及分身术等技巧 都是三目组的特殊能力 并非地球人能力 所以最强的纯种地球人当然是克林 那如果今天讨论的是克林跟天津犯谁比较强 那我认为两人在不同时期 都有互相超越过对方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天津犯初登场的第二十二届武道会 当时官方给了战斗力设定 天津犯跟悟空都是180 而克林在四强赛中输给悟空 可见这时期的天津犯是比克林还强 到了第二十三届武道会 两人虽然没有具体的战斗力数值 而且都分别败给进入决赛的悟空跟比克 但天津犯让悟空脱下了100公斤重医 他对战悟空的表现明显好过克林对比克 所以这时期的天津犯还是比克林强 五年后拉蒂兹来袭 布马用史考特查看两人战斗力 天津犯是250 克林是206 很明显这时候还是天津犯比较强 到了对决赛亚人纳霸的时候 虽然官方也是给出了战斗力数值 天津犯1830 克林1770 但仔细观看两人与纳霸的战斗 天津犯不仅看不出纳霸实力 选择硬钢一招被打断手 而且用尽生命力全力一级的气功炮 也是打坏了纳霸的战斗服 反观克林虽然是用奇袭的战术 但可以揍纳霸几下又过了好几招 要不是贝吉塔的及时提醒 纳霸的头就要像弗力扎的尾巴一样 被气缘斩切掉了 这就像猎人里提到的 强弱要配合及时反应 跟当时个人的状况而定 所以在这阶段 我认为克林是赢过天津犯的 接下来纳美克星的篇章 克林被大长老开挂的提升战斗力 官方当时给的战斗力数字是13000 加上他一直在贝吉塔跟比克身边 越级打怪吸收经验值 估计对战最终形态福利扎实 战斗力应该已经接近10万了 而天津犯此时才在戒王星修行5天 就算他跟悟空一样修行半年毕业好了 悟空当时的战斗力也只有8000 再加上戒王暗干绝招 没有教天津犯戒王拳跟元气玉 所以这个时期 克林是明显赢过天津犯的 再来是经过三年修行后的人造人篇章 我们可以从几个细节来观察 观察1 为了要阻止盖洛博士启动人造人 比克天津犯克林三人全数的飞往基地 这边可以看到天津犯飞得比克林还快 观察2 面对17号的时候 天津犯和比克等人 都是第一时间冲上去被撂倒 反观当时的克林却是在一旁吓到腿软 观察3 天津犯用气功炮连轰 阻止了第二形态的赛鲁吸收18号 而克林也只是在一旁跑龙套而已 所以人造人篇章到赛鲁游戏的这段期间 天津犯靠着宇宙三木人的光环 又重新夺回了地表最强光头的宝座 最后的普屋篇更不用说啦 龙珠迷都知道天津犯是个标准的修行宅 这七年时间从未间断过修行 而克林则是忙着把妹跟生小孩 光是天津犯可以用气功炮 抵消悟天克斯普屋的气功来看 这时期的天津犯跟克林谁强谁弱 可以说高下力判啦 随着龙珠抄的漫画还在连载 地表最强光头的胜负也还在持续进行当中 有任何消息我也会持续为各位报道 大家都知道 在天下第一武道会剧情之前 七龙珠并不是特别受欢迎 当时鸟苏的责任编辑鸟岛和燕建议他 主角孙悟空太单纯普通了 需要一个不一样的角色和他做对比 于是便创造出了喜欢耍些小伎俩的克林 为了加入龟仙流 带来了龟仙人最爱的A书 在与成龙的比赛中 丢女性胖子吸收对手注意力趁机搞偷袭 以及利用龟仙人看到布马的欧拜 将鼻血判到透明人的身上 由此可见 克林根本是Z战士的智力担当 即使对手比他强数倍也不一定能打赢他 可惜后来敌人的战斗力都是以异估计 这些小聪明则变成无用武之地了 不过光是他取到龙珠第一美女18号这点 就足以碾压所有主角了 那今天内容就介绍到这边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如果喜欢阿斯卡介绍的怀旧动漫 请帮忙订阅跟分享风动漫频道 也可以点击右下角的超级感谢 请大叔喝杯饮料 每斗内也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因为只要您每周固定收看 对我来说就是最佳动力 不负责任风动漫我们下期再见 不负责任风浪 不负责任风生